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建制派內控有加劇的跡象 其中一派 藉著推動強制全民檢測作為設入點 炮轟以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抗疫不力 代表人物有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梁振英 來到今天 連有著名梁粉之稱的張志剛也加入了戰團 另一邊商 元祖級的藍絲陳正心 出回來盲撐林鄭月娥 究竟這場鬧劇發展成怎樣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看了到底張志剛今天怎麼說 他在一份報紙撰寫文章提到 說估計林鄭的述職安排已經被押後或者取消 同時他就批評特區政府未能成功抗疫 令到上邊的領導人不知道究竟說什麼好 他還提到 說韓正要求將疫情防控當作頭等大事來處理 但是香港的個案數字就急升 好像脫疆野馬一樣 跟著這段開始來了 他就說 無論是內地台灣還是澳門都能夠解決得到疫情 唯獨特區政府擺出的態度就是攤開雙手 沒辦法 特區政府堅拒全民強制檢測 將希望壓在疫苗身上 但是袁國勇公然就指出不會在首年接種 你叫市民信官員還是信專家 大家看到他吹的風向都是說 想特區政府推行強制的全民檢測 即是說他那個 方向就是和CY一模一樣 其實昨天CY都說過類似的東西 寫了一篇 千多二千字的文章在Facebook發佈了 我們昨晚說了 這裡就不重複了 另外我還看到今天東方日報的社論 標題就是 疫苗免責見無能 港府萬事做不好 其中一段就寫到 說特區政府抗疫無能 香港人就命戰如泥 經濟直插谷底 全城就只能等死 看到他們是批評特區政府抗疫不力 最後那段又是來了 他們說有些專家總將全民強制檢測 說成是浪費資源 但是無視了疫情無止境的爆發 香港人付出的人命和經濟代價 遠比所謂的浪費資源 人巨大得多 那就是意思 東方日報這篇社論 都是贊同要搞全民的強檢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現在有一股勢力已經形成了 擺正堂太 猛地吹風 就是要推動這個 所謂全民強檢 當然 有人贊同 也有人反對 反對的是什麼人 就是元祖級的藍絲 陳靜心 昨天這個李斯煙才剛拉 陳靜心就好像急不及待 很多話說 不知道是不是想替補這個元祖的位置 陳靜心在Facebook那裡 曾經發佈了一條貼文 他說 所謂的全民強制檢測 就只是正棍誤導市民 握like的口號 其實他在文章當中 列舉了很多關於為什麼全民強制檢測是不可行的理據 其實那些理據都是正頭正路的 因為大家認為這個全民強檢是無效的 大概都是說那些東西 我在這裡就不逐一來列舉了 但反正 吊詭的就是 陳靜心明明就是建制派的一部分 當現在建制派的主流都在吹風向的時候 他竟然就叫做逆風而行 而且 他在很多條貼文當中 都是對於建制派內部的人 作出了很多批評 去到12月的時候 他就出了一條貼文 他說力撐林鄭 就是因為他有幸被共產黨洗腦 對林鄭的堅定支持 是因為對黨的堅定信任 任何正棍的謠言民棍的挑撥 都絲毫無辦法動搖到他 雖然這些妖棍背後 和利益集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但是國家仍然要統戰他們 我從來就未被列入統戰之列 因為他就說自己是親生的 即是以示自己是根正苗紅的 那到底他是出來真心撐林鄭 還是純粹獻上死亡之敏 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但是反正現在大家看到 建制派的主流 已經猛地推全民強檢 到底推動這件事最大的障礙來自哪裡 當然就是來自以林鄭為首的特區政府 以及部分專家對這件事有所保留 其實林鄭之前也有提過 就說要推動全民強檢 你要有效的話 就必須要整個城市停頓幾天才行 當然這裏所產生的代價就非常之大 但是現在大家看到的 無論是CY也好 有些報紙的社評也好 建制派的議員也好 都異口同聲走出來說 推動全民強檢的代價 是這個社會能夠承受得來的 昨天CY那篇文章更加以打8號風球作為比喻 就算打風的時候 都基本上等同於風城 停工停貨停市停航 他提到停航這件事 其實如果一搞全民強檢 我相信 又會有一班人下定決心就是走人 為什麼呢 因為你搞下一次這些事情 其實就變了好像後患無窮 就算你說去年發生那麼大規模的示威活動 都未必要搞到要封城 又說要封不知多少天 如果到最後 真是落實了要以封城來去配合全民強檢的話 肯定有不少市民就會覺得 自己的人身自由好像受到某種限制 而且到其時 飛機航班的升降會否受到影響 也會是很多人關注的點 當然現在 搞全民強檢最大的障礙就是特區政府 如果林鄭真是被鬥倒了 真是跪下了 妥協了的時候 那就沒辦法了 而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這個機會真是不小 因為大家看到 那些建制派的頭面人物 都已經是踩行了有猛 去潑全民強檢 現在只不過是林鄭 在這裡來橫抗 加了陳正心來支持他 到底有沒有哪些人 是說 建制派裡面的反對全民強檢 我自己看就暫時未找得到 可能我看不到 如果大家看到有的都可以 在留言板告訴我 就是這樣 接下來就再看看 紫荊黨的一些消息 紫荊黨在今年5月的時候成立 蘋果就發現 在紫荊黨成立之前的兩個星期 有八家以紫荊開頭的 新公司就成立了 而這些公司的兩位董事所佈住的地址 都是中聯版或者是中聯版 關聯公司名下的那些物業 這樣就引來無限的揣測 我相信這些不會說 巧合而已 在紫荊黨成立之前的兩個星期 就註冊了八家以紫荊命名的公司 似乎就好像有一系列的東西想推出 看個勢頭就是這樣 當然 現在這個不算很強烈的證據 就說紫荊黨背後是有中聯版的手影 只不過這個紫荊黨的主席叫做李山 就是一座山的山 他就曾經接受過紫荊雜誌的訪問 大談有關於政策的議題 紫荊雜誌就是由在廣東註冊的 廣東新文化事業發展公司所持有 而這家公司同時也持有了 文匯報和大公報的股販 背後都是同一堆東西 其實我們昨晚也有分析過 紫荊黨的成立很有可能 是想幫李小嘉去競逐行政長官 是想幫他抬橋幫他一把 到底我的預測是否正確 就很快揭曉 但是如果這個紫荊黨背後 真的有中聯辦的手影 那群土共建制派就沒有運行 因為 其實幕後要捧哪一個上位 基本上就是哪一個上位 你那群土共建制派真的不要大安止疑 我看到上個星期 民建聯的葉國謙 和自由黨的鍾國斌 出來訪問 就猛說紫荊黨是沒有威脅的 紫荊黨是不熟悉的選舉 不用紫荊黨熟悉的 紫荊黨背後的勢力熟悉就可以了 現在整件事頗有三國盡歸司馬氏的意味 之前有分末派、密派、土共建制派 左爭右爭 爭到最尾 最後就是由那群港票人士 掌權 當然現在還未發生 到底會不會發生 很快知道 林鄭現在被人剷得 七個一皮 看不下都沒有連任 如果不是由他連任 到底還會選擇本地僵 還是會選擇上邊的自己人 整個港票人士海歸派上去 如果你是上大人會選擇哪個多些 當然是相信自己人多些 怎會相信一些由前朝培訓出來 過渡到現在特區政府的政務官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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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